你覺不覺得 你好像和剛來的時候 不太一樣了 怎麼不一樣了 你剛來的時候 見誰都躲得遠遠的 就算我對你的恐懼症是個例外 你也 不會跟我這麼親近 誰跟你親近了 這有什麼好不承認的呀 讓一讓 讓一讓啊 讓一讓 你看 我說了吧 這天黑騎車不安全 這天黑騎車不安全 艾米 我們 你們 什麼情況啊 來 粥來了 謝謝老闆 不客氣 老闆 您這兒有洗手間嗎 我想洗個手 咱這路邊攤哪兒來洗手間呢 那您有水嗎 來 這邊有 你沒搞錯吧 你帶顧容來吃路邊攤啊 靜靜 都幾點了 有吃的就不錯了 這大半夜出來吃宵夜 還畢冬上了 你這保鏢 當得也夠趁遲的呀 我那能叫畢冬嗎 當是你 騎車能不能注意一點 我明明就很注意 都是你 行行行 吃吃 洗吧 洗澡 洗澡 你的腳沒事吧 沒事 這傷跟你沒關係 艾米 大半夜風風火火 騎著車要去哪兒 找你呀 找我 小姐 姐妹我 有好事 什麼好事 我要戀愛了 戀愛 和誰 我認識嗎 你現在還不認識 不過 你馬上就會見到他了 馬上 馬上是多久 等他跟我告白成功 我就馬上帶他來見你 好羨慕 我又好想要甜甜的戀愛 這有什麼難的呀 你想要的戀愛 不就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嗎 我說的是大師兄 對了 這次簽售會 你不是去找韓然哥了嗎 你不是要表白嗎 你不是準備得很充分嗎 別提這個了 我不僅沒有表白成功 連簽售會都又錯過了 又發生什麼了 別提了 就是點兒背 點兒背 好了好了 你也別太難過了 喀仁哥又不會長翅膀飛了 既然你已經下定決心要表白 那機會還不是有的事啊 話是這麼說 可韓然哥現在這麼紅這麼火 我要是不抓緊時間表白 萬一被那些女人搶佔先機了 可怎麼辦 我得抓緊時間 籌備籌備 也是啊 哎 顧總 你得多幫幫靜靜呀 這搞定了韓然 你也算是功德一賤呀 你怎麼啦 你怎麼啦 我也不知道 就是 胸口有點不舒服 再 再 具體一點呢 就是 胸口有點 胸口有點悶 快點兒 早上好 怎麼又是你呀 看來顧總不太歡迎我 韓作家看人的眼光還是挺準的 顧總 你要是可以對人和顏悅色一點呢 你的身體啊可能會好得快一點 我謝謝你啊 大師兄 你來怎麼也不提前說一聲啊 我是 師父 是我叫他來的 那您還真是會入宮 串功 串什麼功啊 我找小人來幫忙的 幫什麼忙啊 幫忙 笑啥啊 師父吃所藥了 好詭異啊 初見紀念日啊 初見紀念日啊 是初見三十周年紀念日 我要慶祝彩霞走進我內心三十周年 我打算給他整一個盛大的慶典 沒想到啊師父 你還挺浪漫的 伯父 那您想怎麼佈置啊 我的計劃是這樣 我打算再掀一下我第一次 跟彩霞見面的場景 可是 爸 你不是說 第一次跟我媽見面是在迪斯科舞廳嗎 對呀 子聰 現在還去哪兒找那樣的舞廳 錯 不是找 是造 造 要在咱們家客廳再造一個 完全還原當時的情景 咱家客廳 對 我不單是要在咱們家客廳還原當時的情景 我還要把我自己 服裝 化妝 道具 三百六十度 無死角 全方位包裝起來 還原當時的情景 並且親手給他做一頓豐盛的晚餐 給他一個大大的驚喜 關鍵 是你們三個 今天呢 一定要幫我打個下儒 爸 那你這波狗糧撒得夠可以的呀 要是以後我的另一半 也這樣對我就好 是吧 你醒醒吧 別大白天痴人說 你嘴巴那麼毒 心裡一定很苦吧 好歹我有喜歡的人 連喜歡的人都沒有 你又搗亂我的思緒 都打起精神哪 這麼大的事情要打起精神 不如是有疏忽的 是 接下來咱們分成兩個小組 一組進行採買 一組進行家庭改造 爸 我最會佈置 我留下來 伯父 我的腳還沒有完全好 我也留下來吧 喵喵喵喵